前一輪建築幫說家裡要裝修,以為他會搞很久,怎知兩個月左右,已經說請我們到他家裡吃飯。 媽今日工人缺乏之際,家裡裝修會這麼有效率嗎? 我,只是裝修過廚房數,其他不變建築幫別無私好,小求雜物,去馬會只是飲食,賭文不是他杯茶, 平時最喜歡的,就是周末去大埔街市買菜,自己到廚房督工,製回幾味。 他說人人有壓力,減壓方法各有不同,對他來說,入廚房就是減壓最佳方法。 於是我們參觀他個換言一新的廚房,特色就是新廚具,新大型雪櫃, 及兩個最新款先進多功能督路。 那天他故意在大埔街市買了兩隻活雞,一蒸一焗,在西餐廳吃焗雞,並非上菜, 但此萬隻焗雞,說不得了,忌亂且滑,加上一些秘製熱料,搞到人人搶食。 雙型之下,令隻精華雞首欠風彩建築崩話,西餐廳焗雞,肯定是冰鮮雞。 怎麼跟我們用鮮雞呢?是不同的,單憑此理由,我們一致反對一些醫生說, 全港錦活雞建築邦港及一班老表話要到灣仔大榮華找肥佬都食餐的 不知哪位收到消息,話大榮華有罕見馬來西亞河仙亡不了 一世人要食一次上網查什麼叫做亡不了 有篇2014年的《蘋果日報》特別報導,指亡不了是極難捕獲的河仙 蔡蘭大力推介之後走紅 林健岳特登坐私人飛機去馬來西亞試食感緊要 於是群推大記者去找廚神偷哥,偷哥說找到來貨才接電位 他是有辦法的,後來回電通知找到忙不了 但可找誓人到灣仔大榮華 左丁山事先不知,錯過機會建築邦的大姑像 返衛從子女中聽到消息,81歲咯 都要參加這餐忙不了現十幾人吃完第一枚玻璃糯米魚豬全體 再吃西山懶人就沙魚肚 已經飽飽地 還有六味菜及單美甜品未吃 偷哥醒目到暈 見葬立即叫上清蒸忙不了 三斤半重,售價二千五百元一斤 建築幫賺條魚蒸得剛剛好 偷哥說自己在廚房督師蒸了三十分鐘 十分鮮味,但吃得出是冰鮮 並非游水魚偷哥說,沒辦法啦 飛機運過來,要冰鮮-18度 我們收貨後,放在雪櫃又是以後扶18度 眾人此晚吃到肚滿腸肥之餘 打包十代八代,然後結帳 每人要夾金牛一張 怎知大姑像大聲一喝,夾什麼錢呀? 今日我吃得高興,以後忙不了 由你們班年輕夾錢,我豈沒得威? 一於我請殺眾人此不言三夫萬歲 就由得大姑像威咯 他是車頭玻璃界行磚,土瓜環誰不識 佐丁山大炭酒堡之餘,對建築幫說 以後不如給機會我帶大姑像去威元又威 來自放鬥